大家好,我是巧娘 这是小麦培牙面包 这个面包的创作者是美国的神父 还有我奶奶 我在前面的影片中讲过 我小时候有一对神父 夫妻非常的喜欢我 他们很会做面包 奶奶很会做馒头 就中西结合 面包用蒸的非常好吃 今天用400克高筋面粉 50克小麦拼牙 30克糖 4克酵母 把所有的食材都搅拌均匀 今天我们不要用水 用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两个养乐多 220克 一颗鸡蛋60克 先把鸡蛋加下去 再加上一个养乐多 这个时候从中间开始搅拌 搅拌差不多 再把第二瓶养乐多 再把第二瓶养乐多加下去 这就是今天一共用的水分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共加了多少 做面包就要用到食用油 我加20克花生油 充分搅拌均匀 这个面团比平常做馒头的面团要湿 如果你完全用水来磕面 会更湿 搅拌差不多就揉成团 放在盆里静止10分钟 就可以拿出来在面板上揉 因为我们不要二次发面 现在松弄得很好 你看就这样 一按有点回弹 证明刚好开始要发的样子 我们就马上造型 400克面粉就切4块就好 如果你喜欢二次发面 现在的温度发半个小时就可以 再做我这个动作 现在把每一块面团揉一遍 如果你看得仔细就会知道 为什么刚才在面盆里没有饧面两个五分钟 我们把时间都挪到这里来 在面板上我要揉两遍 因为高筋面粉 要充分的松弛 充分的揉搓 这是第二遍 揉完了一遍要静止10分钟 一定不要松弛太久 会发起来 这样你揉起来就像我这样很轻松 这里再说一下 为什么今天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养乐多 就是为了现在这个动作 因为你来回的揉两遍 面团不断在发酵 凉凉的就不会发酵 我们还要造型 现在你看到我在擀面皮 今天要做两种口味 难做的先做 我要用昨天我做的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好吃到 会让你哭 所以昨天的影片 一定要仔细看 今天用它来做 带辣味的面包 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以前有做过 如果你吃一回 你就会想到永远 我展示两种给大家看 其实平常就用一种就好 这个没有打的豆子 比较有口感 这是我加了10克糖 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因为油有点湿 就像油酥的道理是一样 我撒干面粉 这里大家就明白 有油面粉就会吸收 比较好操作 就这样 两边都收好 卷的时候要紧一点 收口这里要注意 这里你随便拉 饧面饧得够 拉长一点 接口就无缝接轨 看就这样漂亮 再做第二个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在盘丝饼影片中 不下10个人留言 问我150克牛奶 怎么能柔虫 像你那样软的面团 你都跳着看 最后这一个 我说那两颗鸡蛋 被你吃了吗 他笑了 真的我都很认真的 重点地方我都有讲 你刚好一跳 就把那两个鸡蛋跳没了 当然了 500克面粉 150克牛奶 怎么会够呢 两颗鸡蛋就120克 带着壳 所以我每一个重点 我都有强调 常常在重点上 问的人特别多 你看我最近的影片 我都把重点 打字打出来 我都拉很长时间 我想你跳过一秒钟 五秒六秒你跳不过 我都这样 希望大家都能学会 这个地方一定要拉得贪次不齐 这里一定要注意 转过去就很漂亮 你看 都不用特别的捏 好了 比较麻烦的先做 可以提前发酵 这两块我们就做原味的 中间只插了十分钟 这一块已经很软 这一块多少有点小气泡了 你擀皮的时候 一定要擀到边边 如果有气泡 就会听见噗的声音 如果做长了 你就知道 有空气 用手一摸就知道 现在用眼睛看都没有 同样的做法 两边折起来 只是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加 就是原味的 如果你第一次做 你就先做原味的 这个如果你做起来 一定你全家非常非常喜欢 比烤的面包好吃 多得多 而且比馒头又更好操作 这个完全没有塌陷的问题 因为饼皮都擀得很薄 卷起来一点空气都没有 结合了面包与馒头的优点 盖部发酵 先发酵期间 把烤盘整理一下 滴上一点点的油 小刷子涂抹均匀 这里就是起到不粘粘的作用 其实不刷也可以 这个玻璃杯本身就是不粘 下面垫上纸 咱现在看到没有 这个先做好的辣椒味的 只差十分钟 两个就发开了 你看很胖 刚做出来的你看 还有小腰身 所以时间不懂人 我每次都强调十分钟五分钟 今天就给大家看 十分钟就发很大 我先放冰箱停止发酵 放一颗迷迭香当记号 它在室温发酵十分钟 十分钟后打开看看 你看 室温发酵的是不是很大 刚才是辣椒味的比较大 十分钟在冰箱里 它停止了发酵 还是原来的大小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 再上布继续发酵 一共发了三十分钟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还是没有追上 再室温发酵的 你看 这样就差不多就可以蒸了 这样比较大家也清楚发酵与温度的关系 凉水上锅 现在开火 我每次开火让大家清楚 就是从凉水开始 一共蒸多少分钟 今天一共蒸四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我就关中小火 四十分钟就关火 闷十分钟开小缝漏气 漏气十分钟再全部打开 这个面包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松软 但是绝对不会有塌陷的问题 因为你在看我做的手法 不管你这样做馒头 还是做面包 绝对没有塌陷问题 这个没有记号的 就是蒜蓉辣味的 这个有迷迭香的 就是原味的 凉透了 我们可以拿出来 这个可以用撕的 非常的蓬松 渲软 因为都是高筋 撕起来非常有弹性 这个大家一定要尝试 撕的感觉 跟中筋不一样 中筋的筋性 我没有这个强 这个撕起来手感不一样 吃起来也不一样 非常的好吃 你看 一层一层就可以扒下来 吃了原味 我们再来吃蒜蓉辣椒味的 它的颜色就不一样 很漂亮 这个我们要用切的 切开里面都是一圈一圈的 今天我做的是有蒜蓉辣味的 你可以做番茄酱 苹果酱 苹果酱都可以 看 切开非常漂亮 从此很鲜明 我们虽然没有在里面抹油 但是辣椒油本身就有油 所以从此煎都很分明 微辣非常的好吃 昨天的辣椒酱实在是极品辣椒酱 太好吃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辣椒酱 不管你夹馒头 拌凉菜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跟馒头 吐司都非常搭 今天用辣椒酱来做这个面包 加上一点点的糖 微辣带香 香中带甜 因为我用很少的盐 所以没有咸 特别再强调一下辣椒酱给大家看 你看 看上去有点像沙茶酱 其实比沙茶酱还好吃 这个是秘方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